玩但是很抱歉 今天真的是一個分享的一個活動啦 那當然是之後可能還是陸續有一些訊息的曝光 可能大家可以再去認識這套桌遊這樣子 或者是說剛剛有提到說這個Banner很漂亮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都是在做什麼 我們都是在聽人家說 然後我們在講 我們在思考 所以其實這樣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而且就是公民教育的一個 我自己覺得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公民教育這樣子 因為我們都是在學習這樣 那關於回到這個主題 我不知道說大家有沒有 有多常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同學 去討論社會上面的議題 對我自己其實是非常非常少 我自己跟在 就可能我自己在跟家人 可能有討論到一點公民或社會議題 是因為在看電視新聞 可是我們電視新聞 餵養我們是什麼 就是可能一直頻繁的 有一些 就是可能兩三天 可能都還是在國外道新聞這樣子 或者是一些YouTube上面 揭露下來的新聞 就其實那公民 可以讓我們成長 或者是思辨對話的那個 訊息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另外呢 對我們年紀小一點點的 年紀輕一點 不要說小一點 年紀輕一點的兒童或青少年 我們要怎麼樣塑造一個 讓他們可以表達意見的一個環境 因為他們不一定知道 不一定會來責務 他們可能要讀書 他們可能要上學 他們要升學 要補習 對他們可能 不會不會來責務這樣地方啊 然後 那如果像一般上班族 我們就可能還要責務的地方 可以做一個思辨對話的一個 時間跟空間 對我們每個禮拜都有辦法這樣做 但是我們對於兒童跟青少年 我們要怎麼樣去引導他們 去學習怎麼樣當一個現代 或者是當一個比較好一點的 一個公民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那另外呢 對然後不然就是說 我們在網路上 說在網路上面 當了鍵盤 鍵盤公民之外 我們還可以怎麼樣表達意見 那其實我跟他活外 其實也是認識非常久的 就他們還沒孵出來的時候 就認識了呢 這樣子 好啦沒有是開玩笑的 對然後就是 他們其實不只在做 不只在玩桌遊啦 他們也不只在做公平教育 他們其實是在 讓 訓練我們有 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們關心社會的能力 然後 就是小到 關心我們自己生活的社區 大到 我們社會上會碰觸到的一些 有關社會議題 尤其是他們等一下都會 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想大家非常期待 他們的演講 對 那我也不知道他們會講什麼 有什麼爆點 對然後就好 不知道就趕快把 麥克風交給你們 好 我先問一下大家 就是不介意我站起來吧 我有壓力吧 好 OK 好不說話 我就自己站起來 自己家這樣 OK好 好 那因為就是我不習慣坐著講話 因為坐著我覺得不自在 我就喜歡 嘴嘴丟這樣 因為 就是 沒辦法身上有螞蟻在跑 就是這樣 好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 大家就老實回答我 以為今天是講Warpiece Game序集 或是我們來講Warpiece Game的 全個熟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剛剛講這兩位也可以請一下 是還有嗎 還好 喔 還好 謝謝大家 還好 還好 就是至少我們沒有跟Warpiece Game就是 汪等好 不過其實Warpiece Game對我們來講是個啟發 那現在在台灣Warpiece Game有另外一個組織正在推 那他們 呃 組織有個成員也是我們阿婆阿的夥伴 出去跟他們一起 呃出去 他 他認識他的夢想 那他也出去玩他的夢想 所以我們跟Warpiece Game這個組織其實算是 關係蠻不錯 在收割他們 這樣子 對 OK 好 那 呃今天 我們要跟大家就是分享說 那我們是如何從一群人然後開始就是搞桌遊 然後最後就是搞到變成很像暴民 這樣子 那不過在開始之前我們要先做簡單的自我介紹 因為我好像擋住 好不好意思 好 我是右下角這個 看起來很像就是賈文青這樣子 好 那大家好 我是阿輝 那關於我這個人的個人只有三個關鍵字 叫做鄉民 暴民 跟公民 好 什麼是鄉民呢 那剛剛余晨有提到就是說我們常在鍵盤 就是在電腦前面當鍵盤 那個鍵盤公民 然後我一開始真的就是鍵盤公民 就是在網路上打到嘴炮 我一開始最早的時候呢 我是念工科出神的 那我對於公共思路其實是覺得說 啊 那個都是就是政治家 政客在玩的東西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樣 然後每天就是上PTT去八卦版 然後就在底下留言說 你媽知道你在這裡PO廢文嗎 對 照片跟人家就是臉讚啊或幹嘛這樣 我早期就是這樣子 OK好 那後來呢就是 呃 到前去年 前兩年的時候 那應該說前三年我跟一群工 後來我 反正後來因為應該是走偶路我了啦 就是莫名其妙就走上就是 想跟人有一些接觸 所以我後來修了社工學分 我後來跑到社會福利機構去工作這樣 就莫名其妙 OK好那我跟社會福利機構 我幫他開始玩桌遊 那玩完桌遊的時候發現 欸這個東西真的是有搞頭 OK好那玩一玩玩一玩 剛好遇到兩年前的學運 啊這下可好了 從鍵盤 從鍵盤的鄉民 就跑到街上去當報名了這樣 就跟大家就一起走上街頭啊 然後就是跟街頭上的人互動 聊天 然後我們就一邊想說 欸那我 我的能力就是 除了當鍵盤工 鍵盤的鄉民之後 我還能當什麼 那後來我現在在我的NV上面 然後我個人介紹就是 打我現在在當鍵盤報名這樣子 然後我在砍啊 有人搭到上班 所以我從鍵盤箱變成鍵盤報名 OK好 那在這個過程呢 我後來發現就是 欸原來我的桌遊 是可以跟社會運動 跟社會體是有一些相關的 而且是可以操作的 所以我剛開始 投入就是說 欸讓我自己可以變得更像一個公民 那我想要就是 讓我自己可以充實更多的知識 讓我可以用這些東西 拿去跟更多人互動跟對話這樣 所以跟我的關鍵字就是 鄉民報名跟公民 OK以上是我的介紹 那我邀請另外一個夥伴 好 大家好我是黃葉 那就是大家可以寄成黃色的葉子 這樣比較好寄 對 那我自己在 我在阿卜阿這個團隊 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他的角色跟榮慧其實蠻不一樣的 那我自己個人呢 不像榮慧他那麼重視說一些 就是公民議題啊 然後想要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我其實比較注重在我自己個人的成長部分 那因為我從小到大其實都是一個好學生 怪怪派 然後念書考試啊 找標準答案 一直都是就是我最強的地方 可是呢 等到我畢業出了社會之後呢 突然發現 等我出到社會 再也沒有人告訴我什麼東西是標準答案 再也沒有人告訴我 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我應該過怎麼樣的生活 結果到時候 我就突然慌了 然後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麼 我自己做過就是產險的內勤的那個上班族 然後我也當過中研院的那個研究助理 對那 但是就是 我就是都在那邊待了一陣子之後 但是我自己都發現說 這樣子就是 規律然後都 做一些一向 反復反鎖的事情的生活 完全不是我要的 那 然後直到最後呢 就是我跟這幾個夥伴出來 一起創立了阿卜娃 所以某種程度我們也算老闆 那就剛剛有人說 不太想聽老闆說話 是不是 那我們可以先離開 好 開玩笑 但是就是 那就因為我蠻喜歡我的一個 另外一個也是在創業的朋友 他跟我分享過一句話 他說他出來創業 他不是為了要改變世界 而是他出來創業 他是為了讓自己 成為不要被世界改變那個人 那 我現在我覺得我也是在做一個就是 我讓我自己 我打造我自己的生活 然後我讓自己成為一個 不要被世界改變的人 那所以說就是 我特別選的這一張照片 然後來當作我的那個 自我介紹的那個開場 那但是有點不清楚啦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上面 上面有一個燈籠 那那個燈籠它上面寫的 其實是我在旅行途中 那因為對我來說就是 這個工作就像我的旅行一樣 好 然後那我們是誰呢 我們是阿卜娃工作室 那為什麼我們名字會叫阿卜娃 那最早 最早一定是我們這一群人呢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的教育制度 還有這個社會體制 讓我們所有人 包括我們自己 都好像是一群井底之蛙 我們看不見外面的世界 然後我們沒有獨立思考人力 然後我們也看不見我們自己是誰 所以呢 我們希望呢 就能夠帶著所有的 就是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井底之蛙 包括我們自己 一起來跳出這一頭井 然後一起呢 就是意識抬頭 那講到抬頭呢 這個概念 我們本來其實想要取名叫做抬頭蛙 可是取這個名字就很怕 大家以為我們是游泳協會 因為就是抬頭蛙 然後它油不太好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這個名字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就取抬頭 就是網上up的這個意象 然後所以我們就叫 WhatsApp就是青蛙抬頭 WhatsApp蛙工作室 那我們工作室的名字是這樣的 好 那我們工作室除了關心一些公民議題啊 或者獨立思考能力啊 還有教育這個方面以外呢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個願望 就是我們想要就是把我們自己出來 然後做給所有在基隆的年輕人啊 還有鄉親看 那我們想要證明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這是就是基隆到台北 就是基隆到台北通勤很常用的交通工具 叫做國光客運 那國光客運呢 它每一天通車往台北的人數 大概是16萬個 那通車時間呢 大概每個每天大概花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加起來所有的每天 大概至少花16萬個小時 在通車這件事情上面 那大家知道16萬小時 如果換算成天數是多少天嗎 答案是6666天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6666天 如果我們把這些天數通通換算成 就是通通把它留在社會創新上面 大家可以想想看會有多大的影響力 所以呢 我們希望就是所有的年輕人都有辦法 有能力可以返向創業 那我希望基隆的年輕人 他們也不需要每天都要跑到台北去工作 那他們在基隆呢 就能夠做他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邀請一些 就是基隆的年輕人 能夠來跟我們一起做一下這些事情 那像右下角這一些呢 這一些是我們的成員們 那可以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像最左邊這一位呢 他是社工以及助理引導員 那還快拿到副引導員了 然後左邊第二位呢 他主要是心理相關的背景 那他在我們團隊主要負責遊戲的設計跟包裝 然後第三位他是學校老師 那他也是我們很厲害的一個講師之一 然後再來第四個就是我 那我主要負責就是行銷、業務 然後那個粉絲業的經營 以及客服這相關的東西 然後再來第五位呢 這不是阿伯瓦的成員 但他是就是很支持我們的一個基隆的咖啡廳老闆 然後再來右邊 然後第二位就右邊倒數第二位這一個呢 那對這個就是剛剛有讓人以為 阿伯瓦在做WarpyScan的這個叫林哲宇 然後剛剛後面以為叫哲宇嘛 所以你該不會也姓林吧 對 你真的姓林嗎 真的姓林嗎 好笑人喔 你有加入那個林哲宇同好會嗎 沒有林哲宇同名會 林哲宇同名會 就是當成全台灣的林哲宇啊 都被加到一個粉絲 粉絲的社團裡面 然後就是 只要叫林哲宇的發生了什麼事情 都會被PO到那個社團裡面 說哇這個林哲宇好厲害喔 你知道嗎 你可以回去搜尋一下 超有趣的 真的超有趣的 另類的互助團體 真的 對 就是這個林哲宇 如果到那個林哲宇同名會 他就在裡面 對 然後他這個 他是一個很愛舞台 很愛演講的人 他就喜歡台下的人 抱著一個非常崇拜的眼神 看著他 所以上次在那個 後面剛剛有人提到說 在軍優教育論壇 就全 讓全場都瘋了 那個一次他 對 然後右邊 那右邊最後一個人 就是這位就是龍輝 對 那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十項全能負責任 什麼都很會 什麼都很強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介紹他的特色 對 好 那彭拉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有二十則以上的新聞露出 四十種以上的遊戲化教案的設計 然後七十場以上的教師培訓和相關課程 那目前為止 我們影響了大概超過兩千個人以上的學生和老師 好 那剛剛啊 就是 我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成員跟組成 還有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那我現在想要請大家跟我做一個 就是簡單的互動 那後面的夥伴看得清楚前面這張圖嗎 嗯 OK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這張圖給你們的感覺是什麼 感覺就好 鐵幕 有人說是鐵幕 還有嗎 圍籬 規律嗎 是規律嗎 OK 還有嗎 還有夥伴嗎 限制 是 OK好 那是這樣子的 這張照片呢 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在林哲宇同名會 那位林哲宇冒生命危險拍來的 沒有啦 這是他在學運行拍的 OK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張圖片放在這裡呢 其實是這樣子的 這張圖片跟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在觀察到的教育現象其實是很類似的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後來在真的真的投入就是 跟教育有一些結合的時候 我們發現就是 現代以學科作為標準的這種評判 這種評斷標準 它其實無形當中對於孩子 它是一道不可跨越 對於某些孩子它是一道不可跨越的標牆 青少年或者是現代的我們都 都受到這個遺讀的影響 就是你有時候會覺得說 啊我學科成績很爛 然後就是我這個人不好這樣子 那其實以前都是用這種方法來看事情 那在我們就是這樣操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跟老師跟家長也跟社工互動 那我們發現其實這些東西才是他們想要的 比方說表達能力 他希望他的學生他的孩子 他可以有一些表達能力 他可以做獨立思考 那他可以有同理心 他可以自主學習 他可以有一些國際觀 Anyway有一堆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社工跟老師 或者是我們一些大人們想要跟我們的同學 就是高中同學 國中同學小學同學 甚至我們要告訴他說 我們期待你可以學會這些東西 那我們這些大人正在做什麼事情 來正在做這件事情 來下面這個大家都已經看過 我們就是讀書考試 讀書考試 讀書考試 最後再叫你一次通通都給他做完 好 那這件事情呢 完整的體現在我們阿浦阿爾身上 什麼意思呢 當我們要出來創業的時候 我們發現一些很嚴重的事情 靠北這個沒人教我們創業 然後就這樣子 但是我們就很智障 然後我們就一樣出來創業 然後結果弄到現在就是 還是不要講好有點危險 反正到現在就是有點危險就對了 那就是搖搖晃晃 但是其實這過程對我們來講是一種學習 這麼說是沒錯 可是我們往往都在想說 如果以前國中的時候 如果以前我高中的時候 我就知道有這麼多有趣的事情 那我就不念書啦 我就去做這些有趣的事情就好 那為什麼我以前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都在讀書考試 那我們的大人總是會跟 小學的時候跟你講說 欸你現在去考試 那你考到一間好的學校之後 你上國中就可以一直玩阿 那你上國中的時候 你就考到一間考的高中 你上高中就可以一直玩阿 然後上高中也是一樣 上大學就可以一直玩 然後結果大學就真的一直玩 然後最後你玩就多輕盈這樣 所以有時候就變成這樣子 OK好 所以其實在我們 對我們來說就是 教育制度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對我們來講就是覺得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 更有意識更有趣的方法 讓學生或者是讓老師 或者是讓社會大眾 可以接受這個方法 然後用這個方法 跟他的孩子 或是跟他身邊的伙伴互動這樣子 好說到這個 再問大家幾個問題 你們對玩的想像是什麼 可以舉手回答我一下 或是你們要直接回答 有人舉手嗎 就是你隨便想到 你覺得聽到玩這些字 你馬上秒聯想聯想到什麼 或是你秒聯想 你說快樂 快樂 沒錯就是快樂 還有嗎 這沒有固定答案 不是說我們在這邊 就是弄作為好 很專業 這不是考試 大家不要再被這個遺讀影響 我們是在跟大家互動的問題 這裡是哲武 這不是學校 對對對 這是哲學興起舞 是哲學小學 好還有嗎 除了玩快樂之外 再給我兩個答案 互動 互動放手 OK好很快答案就出來了 太好 互動跟放手 好 那其實大家對玩 都是比較正面 然後比較快樂 互動放鬆這樣 那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在場 各位應該都有玩過大鳳翁吧 沒有玩過舉手 我們知道這樣 好太好了 那至少我講了一個 就是 有符合剛剛主持人講 我說我講的東西 要大家都能見懂 至少這件事情大家能見懂 OK好 那大家玩大鳳翁的時候 大家玩大鳳翁的時候 有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大鳳翁要跟我們講一件事情 它背後有一個核心 宗旨跟概念 資本主義草地 沒錯 大鳳翁要告訴我們的 就是 資本主義的壟斷 那為什麼我們在台灣玩大鳳翁 或是我們一般在家玩大鳳翁 根本就沒有發現這些事情 原因很簡單就是 到我們這裡來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蜘蛛很快樂 然後有一些比較複雜規則的 直接省略 尤其是像電玩版的大鳳翁 就是省略更多 你會發現原版的大鳳翁 規則它會告訴你說 你必須要在同樣的幾塊地買幾個房子 之後你就可以一直蓋 一直蓋 蓋好爽這樣子 只要你有錢就可以一直蓋 那你沒錢它就會給到爆炸這樣 它就會告訴你資本主義的壟斷 有多可怕這樣 那我們可以發現 這麼久以前的遊戲 都有含有這樣的巧思 但是我們一直都沒有辦法把它帶出真正的含義 所以我們應該要再回 就是我們可以再更深入一點探討說 玩這件事情其實它可以更有更多的利益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好 大家知道伊斯安國吧 這件事情我想應該全在場所有人知道 好OK 那伊斯安國他們其實也在用碗訓練他們 兒童聖戰士 聽起來很荒妙 但是就是這樣 他讓他的小朋友去學會燒美國國旗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感到快樂 每次燒一次他就覺得很high這樣 就覺得好像很happy這樣 那或者是把人家的那個丈夫的頭 砍下來當足球體 OK好 那這個東西一旦玩久 他習慣互動習慣手環放鬆完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聖戰士 所以玩可以做到很好的事情 但他也可以帶我們前往一個很危險的方向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 光看我們怎麼使用 OK好 這個家伙呢 他是一個遊戲化社群的CEO 他叫賽斯 他說過去十年是社群的時代 也就是 過去十年就有點像是鋪浪 然後FB Twitter這種 這種社群的時代 那接下來十年會是遊戲的時代 並不是說社群他會逐漸視為沒落 而是說 我們必須要把遊戲的元素抽出來 然後加到社群裡面 讓社群他變好玩 變得有更多互動 變得可以讓人更快樂 變得可以更放鬆 所以接下來十年 是遊戲會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 好 那 這個傢伙應該大家都認識吧 愛因斯坦 那這裡用一個英文其實是給白 那我直接用講中文 他說的是我們 從來不教育我們的學生 那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就是教育環境 那這個也是跟我們想做的事情 我們期待用玩用桌遊 用任何方式小旅行體驗教育什麼 所有東西都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能夠創造出一個情境 愉快的情境 快樂的情境 放鬆的情境 那他這個情境底下 玩 然後一邊玩 自然而然的學習 這就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那我們認為 如果我們能夠用這一些不同的方式 去啟發我們的學生 或者是跟我們認識的人互動 那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就會超出我們想要之外 這樣子 那這裡呢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張圖的故事 這個是一個補習班的爸爸 那這個也是他的小孩 那這是我們在前兩年的 某一次課堂上看到的畫面 他跟我們講說 誒他小孩好久沒有這麼快樂 就是好久沒有這麼快樂的效果 那你們可以想看看 就是你最近一次笑是什麼時候 所以就是走電 但有的孩子他其實並不快樂 對 有的孩子他其實並不快樂 因為他每天要面對的就是讀書跟考試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部 TAG的影片 那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叫 Give me more understanding 那這個 這位小姐 她是一個遊戲設計師 那她透過遊戲設計 讓她的女兒 MESA 了解什麼叫中間航道 好我在這裡要做名詞示意一下 什麼叫中間航道呢 中間航道就是中世紀那個歐美 就是歐洲到非洲 然後非洲再到 非洲到到美洲的一個奴隸返運路線 就是一群英國人 然後從上面嘟嘟嘟嘟跑下來 跑到非洲 然後俘虜了一群非洲人 然後嘟嘟嘟嘟跑到美洲 然後叫他們去開個新大陸這樣 中間航道就是在說這個 那台灣應該是叫三角貿易路線這樣子 好 那她透過遊戲的方式 讓她的女兒去體驗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她怎麼做 而且效果有多大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Brenda她在做這件事情啊 就是她其實 你們會不難發現 就是她 她的女兒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她透過把那個 Token就是那個小人偶 從船上丟下水的這個過程 有沒有 她讓她感到心痛 那為什麼她會心痛呢 大家知道 好不要賣關注我再講 大家可以發現 這個媽媽她其實很細心喔 她讓她的孩子 去幫每一個那個小人上色 那在我們在做一些教育的理論或學說裡面啊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產生連結 你跟這個人偶 或者是這根這個東西 如果她是經由你的手上色的話 然後你製作她的話 你會跟她產生一些情感上的連結這樣子 好 她讓這個小朋友在不同 很多的那個就是 Token就是這個小人偶上面上色 然後把他們全部隨便抓一把上傳 代表說 欸這些人 我們就像英國人一樣到這裡 然後就是抓了一匹黑弩上傳 就隨便抓抓上傳 然後我們把他送到美洲大陸的路上 因為食物不夠 我們就把他丟下水 那還不見得能夠達到 就是到達彼岸這樣子 那這個孩子在玩的過程當中 他就能夠體會這件事情 他不是在學校課本上老師跟他講說 欸那你們就是這件事情 他有多不好多壞壞啊 然後又怎麼樣 就是說 那所以以後不能這樣子啊 因為他背得出來 他也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對他來講無感 重點是無感兩制 可是他玩這個遊戲 玩的過程中 他有感了 還會玩到哭 所以這個是我們發現就是 其實遊戲他不單單只是遊戲 他可以跟你的文化 生活 歷史 他可以跟你各式各樣的面向做一些結合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就是這個真的要猜 有人知道他剛剛說的那個火車的主題是什麼嗎 他其實要講的是一個歷史事件 猶太 猶太 欸你們都看過那個報道嗎 還是直接就猜到 沒錯 那個就是講猶太 那這個遊戲呢 他其實更 更 更 更尖銳 那他怎麼操作呢 他讓每個 玩家擔任的是那個火車的納粹軍官這樣子 那但是你不知道這台火車要開到哪裡 那 等到你 大家都在比賽說 看誰可以把火車第一個開到目的地 那因為上面都是人 那開到目的地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目的地打開 他上面寫的是某一個納粹集中營的名字 那有的玩家就崩潰啦 就說這個遊戲真的是太邪惡啦 然後或者是他覺得噁心嘔吐 他怎麼會做到這種事情 那 其實這個也某部分在講的就是 我不能講那個專有名字 我想要怎麼講 因為我想要講平庸的邪惡 就是 因為 因為 我怕有點難以理解 就是說 當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是好或不好 但我們不去思考 但我們不去思考 那我們就覺得說 反正這是上面交代下來 我們做了 就對了 這個就是平庸的邪惡 因為我們不去思考 我們放棄了思考這件事情 OK 好 那 這個也是Blenda要告訴我們的 就是 遊戲能夠改變我們對事物的看法 那能改變我們對議題 或是任何東西的觀感 只要我們認真玩 我們就可以透過遊戲 搭到催變這樣 好 那下一個影片 欸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Warpy Scan 但是還是要 就是麻煩大家跟我們看一下Warpy Scan 為什麼呢 這個遊戲對我們至關重大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出來 其實是經過Warpy Scan前發 那其實有一段 就是這裡面的分享 每一段都很珍貴 那我們決定就是抓一段 就是差不多 三分鐘左右 那我們邀請大家跟我們去看一下 這樣 好 在我的就是半週之下 要結束 好 那這一支影片呢 對我們來講 非常重要 那我們組織裡的那個 一位叫做林哲宇的夥伴 每看到這支影片就一定要哭一次 對 因為它是我們整個阿婆娃的起點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發現 這個老師 他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在跟他的學生做互動 他容許他的學生混亂 然後 容許他的學生空白 然後 跟他的學生講說 就是 這些方法 你要自己找出來 老師沒有辦法告訴你 因為老師把世界交給你 也就是 把Warpy Scan這樣的世界 交給你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這麼混亂了 我必須要跟你說 對得起 那其實他剛剛最後講的 也是我們想做的 如果我們的孩子 或參加我們課程的學員 或是跟我們互動的這些夥伴 他可以在遊戲當中 找到批判性思考 或創意思考的能力 那並且把這些東西變成是真實的 也許那些東西 就可以拯救我們人類 因為假如我們現在 方法有用的話 我們現在就不會過得這麼痛苦 不會過得這麼難過 我們需要一些新的方法 更有創意的方法 來解決我們現在面臨到的社會問題 跟各式各樣的問題 所以這也是我們想在遊戲裡面 嘗試跟我們期望 他可以辦到的事情 這個就是江昂成功的說 就是如果我們孩子 能夠透過遊戲 培養獨立思考 及創意思考能力 並加應用讓世界變得更好 或許他們可以改變世界 我不覺得只有孩子 我不覺得只有孩子 我覺得可能是成人 或是我們在場的所有人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剛剛榮惠 他講的一些 就是像前Brenda 還有John Hunter 他們對於遊戲 和玩的概念 那 至於到我們阿普阿 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個 飛魚圓箱 那個 有人知道這個飛魚圓箱活動是在哪裡辦的嗎 藍魚 藍魚 覺得是藍魚的請舉手 還不是 很多人都以為是藍魚 還有別的答案 澎湖 還有嗎 海東 海東 其實 這個地方在基隆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 因為飛魚它的殘卵地 其實在基隆東北外海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基隆也是飛魚的故鄉 或者如果你以殘卵地的話 他可能是真正的故鄉 對 那我們呢 就在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 我們透過一些桌遊的教案的方式 然後讓來參與的民眾 能夠就是了解到像飛魚這樣的生物 一些海洋生物 還有潮間帶生物 然後在右邊 紫商文化記 許紫商古厝 這是 這一兩年在基隆很紅的一個新的古蹟景點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也是用遊戲的方式 讓民眾能夠了解到這個地方附近的歷史和人文 然後這個 天橋不見了 這是 在基隆的市區裡面 有兩座天橋 那時候這兩座天橋他們要被拆掉了 那這兩座天橋歷史很悠久 所以那個時候呢 這個里的里長 那個里長他想要就是辦一個活動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送別這兩座天橋 那我們也是在這邊呢 那就是用遊戲化導覽的方式 然後 讓這邊 讓這些民眾呢 能夠 能夠了解 有關這個天橋 他周邊的一些人文環境 還有他們的歷史 然後 然後 豬名美術館 有人有去過嗎 有 去過可以舉個手 讓我看一下 哇 很多很多很多 好 那我們也是 那個豬名美術館的遊戲化導覽 顧問 那我們跟他們討論一些 一些遊戲化的概念 然後讓他們可以應用在他們的導覽當中 那 豬名美術館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然後歡迎大家 有空可以去走走 那 這個是天下雜誌來採訪我們的時候 那我們在剛剛說到那個 許子桑古厝那邊拍的一張照片 那 我們組織呢 原本其實有八個人 那 但是有兩個 因為他們有自己各自的目標啊 或者要結婚 所以他們就先離開我們團隊 那 不像我是進來做這個 到辭料工作 然後又失去女朋友 這樣子 他個人覺得比較 就是他進到這裡就失去了一切 這樣 我在這裡獲得了一切 然後在這裡就是 就是除了女朋友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這件事情 大家 後面可能比較小 看不清楚 這有一個 筒子 就是大家知道這是幹嘛的嗎 大家可以猜猜看 藝柱巢 有的時候藝柱巢還有嗎 還有嗎 有別的答案嗎 都 都 好 藝柱巢啦沒有錯 但是我們比藝柱巢更就是 更慘烈一點 就是我們以前在那個時代 就是我們還沒真的成立公司的時候 對對對 因為我們現在是公司 那我們是現在全基隆最右的團隊 最右派的團隊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基隆的地方 其他地方青年他們選擇用 社會的方式 用社團的方式來經營 就是幫我們基隆就是復蘇啊 來規劃一些文化啊 文史的活動這樣子 那我們選擇跟大家一條不同的路 就是我們選擇用商業模式 我們認為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活著 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回來 跟我們做這些事情 那協會的話我們會覺得說 那捐款又要受制於人 那我們覺得就是我們還是要 有點自立自強的那個 刑探這樣 那這個箱子就最特別 就是我們早期在上課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資金短缺 那我們又 因為我們是公司 那又不好意思跟人家 目前那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就 把那個就是 吃餅乾的那個 桶子 應該是黑師傅吧 然後外面包一個我們青蛙圖 上面挖一個洞 然後上面寫發票箱 然後我們就上課那邊挖在前面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請大家就是 若是有多的發票可以做 就是一人一發票 舅舅阿卜 對 結果都是我們 自己投的發票 還中兩百塊 我真的是有點說不了 因為都很早我們投 這個是蠻特別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這樣 然後 那個 左邊第二位 這是那個葉秉承老師 就是 在座大家知道葉秉承老師嗎 我喜歡他的舉手 好 不喜歡 下面有人想說 不喜歡他的舉手 這樣 這樣 好好好 那 就是 葉秉承老師就是 那個台大他做那個 然後就是 讓大家用遊戲的方式 然後來去 來去算數學的那個老師 那 那 這張照片是我們去那個 那個 教育布朗特 對 在教育布朗特的時候 就是 我們去那邊 帶我們自己也是開發的一款 叫做北海岸開發委員會的遊戲 那 然後在那個時候 就是很 那個 很幸運的碰到葉秉承老師 那我們就跟他一起合照 那 那個 我剛說的那個北海岸開發局的遊戲 就是像 那個 榮輝 榮輝手上拿的 這一張牌卡 那 這個東西它大概 大概怎麼玩呢 我們下面一個影片幫大家介紹一下 好 然後這個 大家剛剛看到的是就是我們那時候要在基隆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然後電視台對我們做了採訪 然後呢 然後呢 那 剛剛就是前面那個人會有提到就是 Brenda她講說就是我們 我們遊戲能夠改變我們對於議題的看法 然後 每個人在遊戲當中都能獲得蛻變 因為我們在遊戲當中認真玩 那 這邊 那這個是一個就是那個時候在玩完這個遊戲之後的小朋友 那他發表了一個感想 那大家可以看看就是他怎麼蛻變 來 有 到 有 你要加入錯過器才能打算比較多的專程 我還可以 你 這個專門找不上 你 那個開發 你 對於我們這一個那個管理 你怎麼說是好 因為是專門自然的 最時上 但是 台灣的景點很 好 看 不定你們這個你們住在那個地方 還要是有在爬 我一定要去抬你 一定要抬你 我應該是 這張是五千 因為人家喊叫選人長 我要選人長的事情 要選人長的事情 我感到萬分的抱歉 我覺得在遊戲過程當中 複肌旅本來大家都是很好的 就是平常大家都想要很好 但是之後只要複肌 他們拿了一千兩百萬瓣 加了那麼多小 就是本來將下去的 現在一定要開始轉水 扮演的會不會是 所以他們開始轉水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 加對樣子 倒霉 還有他們複肌的環境 變得如此糟糕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蠻好的 希望我們下一次的環保團體 我們再跟家裡 因為這個孩子他在 那次遊戲裡他扮演的 就是環保團體的一個角色 在這個遊戲裡面 他們會有好幾個角色 他們在這個遊戲裡面 要面對到的就是 環境保護 或者是要做一個 破壞性的開發的兩難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所用的圖版 像這樣的一個活動 如果是邀請我們去帶的話 我們收費大概是兩萬元 而且我們是完全不藏私 如果大家有邀請我們去的 我們就PPT也會留給你們 然後我們也會直接教你們說 怎麼樣做一款 是真的屬於你們自己在地的 這樣的一個半圖 你看大家上面有看到這邊就是 也是某一個高雄某一個地區 然後他們那邊的一些景點 然後再來生涯規劃課程 就是我們透過 玩作友方式 然後讓來參加大學生呢 能夠去思考說 他們自己的 他們自己的人生到底應該要往哪裡去 那剛剛就是後面也有那個生涯規劃導師嘛 對不對 那就是說定會後 你可以就是來 來給我們更多指導 謝謝 好然後 剛剛就是現場好像有很多老師是不是 那個老師可以舉手讓我看一下嗎 老師喔不少不少 然後 那那個也有也有社工對不對 社工或社工系的可以舉手讓我看一下 好謝謝 對那 像 那像那個 這個 像這一款 這款工作棒呢 那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各位可能比較會需要的 就是大家如果說看完 看完或者是知道我們阿波娃在做的事情 然後 可能想知道說我們就是到底是怎麼樣去 開發出這些桌遊的教案 那就是這個工作棒就是來教大家 怎麼樣去做這些遊戲化的教案 好然後 這個是我們最近開發的 當個創業生 那就是我們把我們自己創業的過程 然後去萃取一些比較精華的部分 然後把它做成一款遊戲 那 在參加孩子們呢 他們會在這款遊戲裡面 然後他們去學到說 怎麼去創立一間公司 然後怎麼去研發自己的產品 怎麼樣去行銷 怎麼樣把自己的產品給賣出去 然後當然同樣 他們也會碰到 跟我們一樣的問題就是 發不出薪水 然後 再來就是 最近 那個 那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被討厭的勇氣吧 看過可以舉個手 讓我看一下 OK 喔 其實還蠻多人沒看過 沒看過可以舉手 讓我看一下 喔 真的還蠻多的 好 有聽過吧 有聽過 被討厭的勇氣 OK 我們也是上個月在做一個課程就是我們把桌遊結合了被討厭的勇氣這本書 讓大家就是在玩桌遊的過程當中就可以了解被討厭的勇氣這本書裡面或者是阿德爾的心理學想要傳達給大家的概念 好 然後最後這個就是今天很多人來的時候就是都很有興趣的那個異想世界那這個部分我覺得讓榮輝來幫我們做做個 詳細的說明 好的 那就是在這裡呢就是還是要自誇一下就是我是這個異想世界協同設計者之一 對 那如果在這個計畫開始之前呢我想要是邀請一下余程啊就是因為他其實是我們的計畫組者那就是麻煩大家可以給他的掌聲因為如果沒有他的話這個就是 就麻煩大家可以給他的掌聲 OK好那其實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為什麼我們剛開始做這件一開始要做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應該說我們在跟余程合作的時候他其實一開始沒有要求就是他跟我們講說你就做一個就是可以讓就是可以讓大家就是在遊戲裡面可以當公民的就是當公民的遊戲這樣 然後我想說這個範圍很廣啊結果我們一開始做那種經濟學的理想中的烏托方什麼都出來 那可是我們最後就是在一直不斷的在一年當中我們簡直就快瘋了就是我們本來是一個月開兩次會 後來變成兩個三個禮拜開兩次然後最後變成一個禮拜兩次然後每天從基隆騎車到南港就跟我們另外一個設計師開 然後就是這樣開一年然後回來的時候又遇到就是雨水要破碎東西然後靠北又要破碎 或什麼做出來這樣就這樣前前後後然後又一直拖 那麼後來發現就是有一個東西完全能夠欠如我們概念 我們那時候就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們讀了那個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大家有看過的舉個手讓我知道一下 好啊在場果然都是混軍們沒有啦 對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其實他很有意思 他裡面有一些不同的正義觀點然後告訴你說 比方說電車世界就是有一條軌道然後上面有一個人跟五個人 那你要開火車那火車失控你要撞死誰這樣子 那選撞死一個跟選擇撞死五個他背後其實是不同的正義觀 在support他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想說這個東西真的是行而且有夠吵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這樣 那於是乎我們在這樣的觀念底下想說 那我們要做個這樣的遊戲那有什麼東西可以來輔助我們 這時候我們就想到說我們居然身處在台灣這塊寶島上 那我們就把台灣的議題拿出來討論吧 就不要像什麼電車問題要撞一個還撞一個這麼智障 那我們就不如來討論一些就是更有意義的問題啊 好比說就是該不該廢死啊要不要蓋核電廠啊 或是在未來就是科幻一點的可不可以合法複製人啊 可不可以安樂死啊 這些都會變成在我們遊戲裡面的議題 所以我們就開始研究說台灣有哪些議題 或是將來可能發生哪些議題給我們使用 那我們前年後就是弄了50個議題 那千萬不要像就是上一場工作坊的朋友 問我說 欸你們那50個議題跟Wall Peace Game的50個連鎖 我已經幾乎一樣 嗯不太一樣了 就是一樣的地方只有50個 其他會不會一樣喔 對好 那在這個當中呢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 這些議題當越貼近我們的 越貼近我們的參與者 越貼近我們的孩子的生活的時候 他們會更有感 那這個遊戲我在國中 高中跟大學我都有試過 那國中生的反應是這樣的 因為那個時候規則是出版 那有點複雜 那國中生完的時候 光是記規則頭就痛了 那好那這不打解 那他們在討論議題的時候怎麼辦 那他們給我抽到一張叫什麼 無條件基本收入 全國民無條件基本收入 靠謠這個 他們怎麼可能會理解這樣 不過其實有意思就是 因為他們會想要理解 這是什麼東西 他所以他說 欸老師這個就是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覺得這樣好嗎 好的原因是什麼 那不好的原因是什麼 那他們就會敢說 那你們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 現在的國中生哪一個 會去看無條件基本收入 我根本就沒有 但是他在這個遊戲 你們居然有這個機會 可以跨這個議題 這是一個 就是超乎我們想像之外 而且他們就是居然有 在做一些討論 那在高中的時候 我們已經 我們在北英女代過 我們也在十大附中 只有半代過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高中生 他們 跟國中生比起來 他們更具有一些 對議題的思辨能力 他們接觸的這些議題 就是即使沒有到50個這麼廣 但是有一些議題是他們可以 進入的 可以了解的 那他們就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然後可以在遊戲裡面 彼此交流 那也許是一些 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想法 大家有聽過沉默螺旋嗎 就是這個概念就有點像是說 如果當一個人表 當有十個人 九個人表態之後 最後一個人 一定跟前九個人表態 都是一樣 要不然就是不說謊 這樣 好 那在這個遊戲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現象 但我們也想要避免這個現象 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不同的聲音 可以在透過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當成是平台 那他可以透過這個遊戲 讓更多不同的聲音被聽見 然後他可以同理更多不同的人 像我們最近在測試的一種新的玩法 是說 你必須要選 你們是一群 小組是兩三個兩三個一組 那你必須是 針對你抽到的那個 支持或反對去表態 那有的人 比方說在死刑的議題上 我明明是 反對死刑的 那可是我卻抽到要支持死刑 那他就被迫要跟他小組成員討論出 我要如何支持死刑這個論述 然後去跟別人戰 那這個戰 也不能說戰啦 就是跟別人討論這樣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會發現 他一直不斷的被質疑 然後但是他又要keep住 他就是支持的這個論點 他就會逐漸能夠理解說 原來當初在鍵盤 跟我比戰的這些人 抱著是這種想法 我終於能夠理解 但我下次還是會戰他 但是我能夠理解 你懂嗎 我們重點不是在於說 你能不能就是 停止戰的這個動作 而是我們期待 透過這個過程 你能理解對方在想什麼 當你能夠理解 對方在想什麼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就是走得更靠近 甚至是就是 就是跟他握手 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在 意想世界做的事情 這樣子 好 那到這裡 不眠俗的要跟大家 就是 講一下就是 阿婆阿粉事業 但是先不要按 那在這裡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就是先問我們 沒關係 可以問一下 然後就是請各位 老師先進阿 施工大大 體驗大大 還有那個 玩家大大 手下留情 對對對 手下留情 但是 就是不要客氣阿 對對對 謝謝 我們可以為你 好 謝謝 謝謝